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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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 观众 早晨 又开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叶半林 首先要讲讲靶场的消息 由现在到晚上9点 粉岭身为大量靶场 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 日间连入的时候 区份挂雄旗指示 夜间连入的时候 区份挂雄灯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 以免发生危险 今早上千禧年代 第一个钟头请来了一位嘉宾 就是有行政会议成员 亦都是资深大律师的 汤家驊 直播室 在这里 早晨汤家驊 早晨 请你上来有几个话题可以讲 今天可以讲一下 讲到一地两检 今天可能立法会之上会有些进展 另外就讲到 有些建制和泛民 讲到一些以时规则的争议 另一个就是国歌法这件事 事关昨天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说分组審议 将国歌法列入香港的基本法附件三 计算数应该可能星期六的时候 下午就会在大会表决到 而昨天在立法会之上 其实也有个讨论 不如我们看看 听一听昨天的开会情况 黄碧文議員 政府可不可以承诺我们 当你做这个国歌法的本地立法的时候 你是会做用一个白纸条例草案的方式 来到清楚咨询公众和立法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 包括执法机构 我们内部会就本地立法的工作 进行研究讨论和做一些草拟 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制定 去咨询立法会和公众一个合适的方式 但是可以这么说 一定会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 黄国健議員 现在我们就算在社区有时 有些就国歌的场合 我们看到有相当部分的街坊 都不会暂立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政府有没有一套的宣传的想法 或者计划 是将来立法之后 是做一些民间的推广 局长 好 这一方面我们也是透过教育 透过我们推广基本法等等 我们来做一些功夫 具体地如果是在国歌 尊重国歌方面 就现时我们在学校里面 教育里面 都会有这些工作去做 我们都会继续地去做这个功夫 或者适当加强它 好了 刚刚听到 就是有在来立法会主任 讨论国歌法的 今早请来嘉宾 就是有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驊 国歌法似乎听局长说 都会尽快做本地立法 立入附件三之后 你觉得如果做本地立法 那个重点会在哪里呢 首先有几点我想 都要借一个机会澄清一下 好 特别刚才我听到 黃碧云議員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根据 基本法第十八条 全国法律立入附件三之后 就是成为了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根据基本法就是 特区政府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 一条路就是宣布即时生效 第一条路就是经过本地立法 就是官府 在立法会的答问 特区政府似乎是倾向本地立法的 这个也是以前国旗法 国徽法处理的方式 这个我也是合适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在法律上 严格来说 虽然未经过本地立法 因为国歌法 已经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其实都有机会是执法的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之下 譬如你如果在普通法道 是没有罰则的刑事行为 香港有法例规定 刑法的上限会是七年 譬如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没有成文法的立法 但是不等于行为 不是一个刑事行为 同样道理 在基本法之下 立法附件三 理论上 法理上 就违反国歌法 本身已经是犯了法 只不过因为未经过本地立法 但是可能在刑法方面 是有一些灰色的地带 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 就尽快澄清是一件好事 第二点我想说 就是我觉得 我都呼吁香港人 不要以身示法 因为如果立法附件三 理论上正如我所说 这种行为 已经是应该被视为 一种犯法的行为 如果你说我现在未有本地立法 所以我都继续去侮辱国歌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些香港人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刚才黄碧云说 是不是要用白纸草案去咨询呢 我觉得白纸草案的咨询 就是一种无方向性的立法程序 但是因为已经立了附件三 已经成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国歌法的立法 其实可以改动的空间 是相当狹窄的 最低限度 不可以说我们不立法 令到国歌法在香港是无法可施 或者是无法执行 这个不是一个香港 在我们现时一国两制的秩序之下 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二点就是 就算在刑罰方面 我觉得要改动的空间 也是比较小的 因为国歌法的形式 和行为的规范 其实是非常接近国旗法 和国徽法 国旗法和国徽法 都写得很清楚 刑罰的上限是三年 罚款的机制是第五级 所以如果你说国歌法 是否可以偏离得很大 和国旗法和国徽法的规范 可以偏离得很大 甚至用那些不同的 懲罰的形式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乎的 所以无论在事法立法 或者刑罰的轻重方面 其实特区政府可以做的空间 就非常狡猾 所以是否一个 白纸草案适当的立法方式 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这里可以逐点再仔细一点 但我想回到第一点 刚才你提到的 如无意外 今周六人大常委 将国歌法 纳入到基本法附件三 刚才你形容 一落到附件三的时候 其实属于香港法律一部分 是否由那一刻开始 刚才你形容 有人做一些对国歌贬选等等 就已经是犯了法 意思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灰色地带 我必须承认这是灰色地带 当你立入附件三的时候 就不构成是否有追溯力的问题 因为当你谈追溯力的时候 你是说未立法之前的行为 但如果你立入附件三 现在成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就不是未立法之前的行为 你立入附件三这个时间 但到了本地立法通过了立法会 这段时间之中 究竟你干犯了国歌法 是不是一种可以罚你坐牢 或者罚你钱的刑事行为 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是有灰色地带 基本法律规定 不是一定要本地立法的 特区政府可以即时宣布 即时生效 就是官乎局长 昨天立法会的发言 我觉得特区政府是倾向 尽快本地立法 但是如果你本地立法 就会中间有一个法律的空间 就是这段时间 究竟如果有人侮辱国歌的时候 你会不会起诉呢 这个人会不会被抓坐牢呢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一段我希望不是太长时间内的灰色地带 但是根据法理上 我也提到 如果你是一个刑事行为 但是没有法律 法律是有条文规定 是以七年上限作为一个法律 所以在法理上 是不是不可以检控呢 我觉得未必可以觉得这么贴切 所以我在这里 公告呼吁香港市民 就在这段时间内 希望尽量不要医生事发 但我搞不清 刚才你说 如果星期六过了之后 去到本地做立法 或往后 立法之前这段时间 若果做出违反国歌法的事 有机会最高 即是有机会都会被罰 刚才你说 甚至乎七年 根据我们现在的法例的规定 就是没有明确刑罚的法例 在本土法之下 那个刑罚就是七年上限 这个就是 就是之前曾隐权所干犯的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的 就是刑罚上限七年的理据 这个是不是适用在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基本法第十八条所说的 全国性法律立了附件三 是不是适用这个形式呢 在回归二十年都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因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安排 所以我才说 在这方面 可能有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听到不是还长时间 这个说七年 刚才说我们现在 说本地立法的方向 大家都在想可能是最高三年而已 这段时间可能更重 有机会 就是理论上 灰色地带就是灰色地带 但是上限和真正的刑罚 很多时候 就未必一定有一个相关的关系 就算你上限三年也好 我的理解就是过往的侵干犯了 国旗法和国徽法都没有试过坐监坐很久 所以法庭如何去处理刑罚呢 法庭仍然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去处理 不是每一次的刑罚 你都要去到那个刑罚的上限 但是市民都会问一个问题 星期六之后 本地立法之前那段时间 其实什么情况才叫犯法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还是跟回内地的 理论上就已经是犯法了 但我怎知道自己犯 哪一种行为才叫犯呢 就是全套搬回内地的国国法的条文 当然也是灰色地带之内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 你不能侮辱性地去干犯国国法 所以最大的所有刑事行为都有两个元素 一个元素就是行为上的元素 第二个元素就是犯罪的意图 你的行为上的元素就是 譬如你唱国国法的时候 你扰乱了唱歌的过程 或者你带有些侮辱性的行为 或者是表现 出发点是完全要羞辱国歌的时候 这就可能满足我刚才所说的 认识行为那两个基本的元素 但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懂唱歌 我唱歌我就是会走音的 那是不是侮辱这个国歌呢 我也是不是的 所以在这方面 犯罪行为的意图 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会明白的 如果你有这种意图的话 你就有机会犯了法 我相信一般市民都会预期在本地立法的程序当中 透过讨论 大家明确知道多些何谓 将会定义为犯法 但这个阶段又没有谈过 那就只有内地的国歌法 就说我有可能会触犯法 市民有些无所适从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 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也希望特区政府尽快通过立法 但大家都知道 就算特区政府尽快提出这个法案 希望尽快通过 立法会是否让你尽快通过 这是另一回事 但我始终觉得 将灰色地带的时间性 无限地去拉长它 对任何一方 特别是对香港市民 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灰色地带当中 假设有个市民 真的做了一些贬选国歌的行为 他有可能面对的是警方执法的话 他会引用附件三法 他怎样做到这件事呢 我就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明确表明 在这段时间是不会执法的 因为我觉得 正如你刚才所说 在这段时间之内 如果执法会产生很多 不但只是复杂的法律问题 亦亦产生很多社会行为准则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就是特区政府不应该 在这段时间进行执法 但是始终来说 但如果你这个时间越拖得长 譬如你拖了一年半载 立法会都通过不了的时候 那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是另一个烫手山户 特区政府是要详细考虑的 你经常说 为什么要做一次本地立法呢 因为国内的法例 和我们香港用开的不同 那些字眼上 如果你留意现时的国旗法和国徽法 其中有一条条文 就是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在这个罪行之内 所有的执法的行为 司法的程序 法律的准则 都是应该跟随香港的法则去进行的 那就是说内地的法则 一经过本地立法之后 是完全是在香港来说是失效的 是由香港的本地法例去替代 那我也都期待 就是如果国歌法在本地立法通过的时候 都会有一条相近的条文 接近了国旗法和国徽法的条文 是会明确说明 香港在这方面的任何执法的行为 司法的程序和法律的准则 都是要根据香港的司法制度 所定下的原则去进行 因为内地的法例 有时候就会写 有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它有两堆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执法方面的赤道是很不清晰的 很多时候改变得很快 这也是所谓成文法地区的 那种法律制度的特色 因为成文法地区 它是没有案例的约束性在 普通法的地区 它有案例的约束性在 所以之前判过的案 会有一定法律上的约束性 大家就有法可以明确知道 究竟法律的约束去到哪里 但是在成文法的法区之内 这种规范是比较宽松很多 我想说的就是内地的法律 比如说国歌法 就拿回现在刚刚在内地实行的 他有些说 比如说中小学应当将国歌 作为外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组织学生 学唱国歌等等 那会不会在本地立法之前 由这个星期六之后 我们其实都要 入了附件三 我们要包在内地法制 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可以令到有时 令到香港人看到 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这些内容 不是一个刑法的一部分 而是一种行政 或者管治的指令 不是刑法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如果学校是不去教育 同学每天早上要唱国歌 或者起立唱国歌 会不会学校犯了刑事的罪行呢 那是不会的 但是在内地来说 他们的司法制度 就有些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 就不适合于香港使用 香港来说 比如说要同样的指引 这些指引 不是用刑事法则的模式去推行 而是一种教育政策 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刑事法则的执行 不是一些政策的执行 所以我就说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 现实上 虽然刚才你说的灰色地带 但是合理的 其实都一定要等本地立法 整个事才是一个合理的 在理论上 如果你侮辱国歌的行为 其实都很明确的 不可以说是不明确的 只要你不是涉及 学校同学早上起床 上学要暂立唱歌 那些政策式的指引 其实刑事成份的部分 其实你不可以说是不清晰的 往后也要说如何执法 执法会不会难度高呢 我觉得执法不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传媒 甚至立法会议员都夸张地 将执法的难度夸大了 其实老实说香港来说 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来说 有很多法例的执法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譬如你说维例泊车 超速驾驶 走后驾驶 冲红灯 套淡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被执法人员捉到 一定会去提堂 去执法呢 未必的 这是一个现实如何去执法的问题 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 我觉得香港人 我是绝对相信 他们是会遵守法律的 亦都尊重法律的 所以未必是因为执法会有困难 而香港人就会漠视法律上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 在香港这个环境来说 我在香港 从小到大 我不觉得这种是香港人的文化 我觉得如果你立法之后 香港人是会尽量去遵守的 所以执法不是一个阻撓通过法例的理由 但就算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香港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闭路电视 甚至乎你逛街前后左右 或者踢足球 旁边的观众 他们都是有一个公民责任 去配合执法的行为 所以你说是否在大型的活动上 不要说执法 我自己个人不是这么认同 现在国歌法最新进展 就是人大常委会 昨天已经分组審议 将国歌法立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预计星期六的时候就会表决 可能表决完之后 香港这边都会尽快做本地立法 大家对国歌法怎么看 打来谈一下 我电话172311 今早有嘉宾就是行政会议成员 湯家驊 我们一会再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睇千禧年代 我是叶冠林 今次在谈谈国歌法 请来嘉宾是行政会议成员 湯家驊 刚才说到国歌法 可能在星期六 人大常委通过立入附件三 香港这边聂德权局长就说 希望尽快做本地立法 刚才湯家驊又提出一点 就是说 也有一个灰色地带 立入附件三之后 理论上都算是 应该怎么用的 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如果对于有违反国歌法的行为 在一个灰色地带下 也有机会被追究 可以吗 有可能性 法律上 如果特区政府说得清楚 会更好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众 如何看国歌法 我们有黄先生打上来 17231 王先生你好 早晨黄先生 你好 两位好 清早 这样呢 我认为国歌法 是 将会快些成立就好些了 因为其实国歌法 都不是说 徐徐扁扁的 他都有一些国际会议 或者一些国际比赛 才会用的 就是国旗各国一起走 但是呢 现在 我们就看到香港 这些足球比赛 就黑狗得食 就白狗当作 因为一些 小部分的球迷 哭完比赛之后 接着足总 就被国际足业 警告 或者受罚 那这些球迷知道 要有法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会遵守 这个法例 不会再去看国歌 令到主办单位 受到滋扰 受到困扰 嗯 好的 多谢王先生 希望尽快立法 的本地方面 多谢王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因为呢 尊重国歌 不只是尊重自己的国家 的国歌 其他国家的国歌 我们都会尊重的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公众场合 就算是 美国国歌 日本国歌 我们的责任 都是要站起身 缩立 表示尊重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任何国民的基本要求 如果这样做不到 我想这个社会 就很大问题 嗯 如果现在国歌法 说的尊重 那种必须一定要 听到国歌 就是暂立的形式 你觉得 这些世卫 有时大家都要讨论 暂立是一种 国际供应的 尊重表达的形式 但是当然 大家都知道 就算在美国 也有很大的争议 美式足球 因为特朗普的问题 有很多球员 就不站立 就跪下 他觉得我跪下 也是一种尊重的表现 这些我觉得 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不同的意见 但是 那个分野就是 其实你可以表现到的 就是你尊重 或者不尊重 这个分野 嗯 OK 好 听完黄先生的意见 再听到听众 还有梁先生打上来 也想表达的意见 梁先生你好 你好 梁先生早晨 香港真是好 有自由说话 嗯 反而我就不希望立 因为 因为 你哭 或者什么 看球 就是看球 是一个情感的法式 还有 因为你立了国歌法 他一个人去看球 好了 就是哭 好了 然后 比如说 不认罪 就要找个证人 那变成了 互相 会互相举报的了 嗯 就变成了百死恐怖了 如果说 就是要暂立那些 我们看一下国庆 比如说 看电视直播 我看电视直播 看国庆 好了 唱国歌的 的时间 我去看那些口型 有些什么 有些人没有唱 算不算是尊重呢 你配一下口型也好 我看见有 比如说 很简单 有个首席法官 他没有唱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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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里 有很多 口型也没有 那算不算是尊重呢 好 我都不唱 不是不尊重 有些人不懂唱 有些人不懂中文 或者不懂普通话 尊重 只是一种表现 不是唱 就是表示尊重 但如果你站起来 缩立的时候 本身已经是一种尊重 刚才我用了个例子 在美国足球赛的时候 有些球员 会跪下 跪下 也是一种尊重的表现 所以我想 不能从这个角度 去引证 究竟是尊重不尊重 但是如果你说公外乡 或者做些手势 或者是背向 或者有些人 甚至脱了一条褲子 就是这些大家 在一个社会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些 是不尊重的表现 这些这样的界线 我觉得不是很模糊的 OK好 多谢梁先生的意见 还有陈太太 陈太太你好 陈太先生 你好 我就反对推行国歌法 因为如果我儿子 我小朋友 或者其他小朋友都不懂 你经常在新闻播放国歌 在铜锣湾 可能有新闻事 又播放国歌 我儿子 或者其他小朋友 也不懂 嘴咪咪咪咪 有时候我们教他 都未必听话 学别人 又说两句粗口 就是问一下国歌 那怎么办 你说他妙妙事 犯不犯法 我觉得你没有教育 你就不应该推行国歌法 这样很危险 我不想大陆的法律 真正在香港实施 因为你根本就是 将大陆的法律 来到香港 我觉得小朋友 又不懂又不懂 随时说一句粗口 他们都很平常 或者他们不喜欢国歌 真的会说些不知道 或者将他改歌词 这样犯法 我们作为父母 真的很担心 明白陈太太的顾虑 我还是觉得要教育 不是要去立法 明白 多谢陈太太的意见 如何看拖家华 我觉得这些情况 在立法的时候 一定会出来讨论 我的理解就是 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 是这样的 在大型的活动 你有参与的时候 奏起国歌的时候 需要一个最尊重的表现 不如你自己在家看电视 那是不是电视机报告 你要立刻缩立起床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些极端的例子 我觉得在立法的时候 必然会釐清 刚才听众都举了很多不同的 环境和场景 不知道会不会代入去法网 所以有些人都觉得 应该要仔细讨论 有些议员甚至提出 政府应该在立法前 设计三个月的公开咨询 这样才能够听得清楚 民间的声音 你怎么看 我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 其实公开的讨论也相当足够 不是等于立法的时候 不可以咨询 立法的时候也要咨询 因为那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 或者确实的条文 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你说 是否社会是没有足够讨论 我觉得现在我们讨论 都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方面 我相信继续讨论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用公开咨询的形式 你同意吗 当然要公开咨询 不在话下 我觉得任何法例 都应该公开咨询 好的 那我们电话1723 17231听众可以继续打来说 你对于国歌法的看法 今早我们请来嘉宾 就有行政会议成员 汤家驊 两个除了说国歌法之外 另外就看到 将来立法的时候 相信在立法会议事堂上 也会有很多激烈的讨论 但是近期看到议事堂上的气氛 真的一样 事关于议事规则 也有很多争议 建制议员之前有个建议 第二就是去修改议事规则 泛民那边都觉得很辣的 譬如说留会之后 希望主席可以按他需要 决定什么时候复会 甚至当日晚点再开会 另外就是 现在议员有提醒请书的做法 门槛建议提高 由现在20人增加到35人 对于种种的改动 你怎么看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的原则 大家要留意 第一就是任何改动 不可以超越基本法 例如基本法规定 大会的法定人数 是要判施的 那这样是不能改动的 在开大会的时候 你不能修改议事规则 但是在不是大会之外的 法定人数 可不可以更改呢 我觉得这个 在干犯到基本法的条文之下 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第二点 可能也是同样重要的 就是在任何议会的文化里面 其中一个重点 都是要尊重少数声音 令到他们有机会 尽量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 这个议会文化 我希望在立法会上是会继续 但是是不是将它 推到一个极端的位置 就是说 少数人的意见 是可以覆盖 或者超越多数人的意见 我就觉得每一件事物极必反的 当你在行使你自己 应该有的权利的时候 是不顾及其他人的权利 或者其他人的考虑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反效果出现 在无论是泛民 或者建制方面都是一样 政治是一种互动性的 是相对性的 政治永远都不是单向的 所以你做每一件事 都会有一个后果 一个反应出来 如果你在行使少数人的权利的时候 去到一个极点 令到多数数目的议员 有一些极度反感的时候 他们会作出一些反应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理解得到 我当然希望在立法会里面 大家以一个互相尊重的态度 去讨论议事规则是否需要修改 但是我明白到 在政治上 特别在现在 对立性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要大家去理性讨论这些问题 我是明白 有相当困难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 立法会的成员了 我绝对是尊重立法会 自己内部 在我刚才所说的 那两种基本原则的情况之下 去讨论议事规则 是否需要修改这个问题 时机上 非建制有些说法 就觉得 现在DQ6的环境之下 你才出手 不公道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老实说 就算没有DQ到 没有撤销议员资格之前 非建制派的票数 都不足够阻碍 在议事规则的修改 除了分组点票那方面也有 除了分组点票那方面也有 但是老实说 那里都党很多了 但是我们在过去 最低是我做11年议员的时候 其实考虑从来都不在这里 考虑是如何尊重少数议员的意见 虽然大家都知道 分组点票可能都过不了 但是老实说 当分组点票的票数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始终你也有些机会想 会不会有一天 有个人迟到了 或者是走开了 那有个僥倖过度呢 但是这个从来都不是 以事规则委员会 考虑的一些情况 以事规则委员会 考虑的每一次都是 不同的派别的意见是如何呢 大家讨论了之后 你回去和自己的党 商量了之后 再来表达你们的看法是如何呢 会不会是 硬硬都要通过一些少数派反对的条文呢 在过往十一年来说 从来都不是取决于 究竟分组点票一定过得到 或者过不了 而是一种比较尊重少数意见的 一种模式或者文化去决定 是这样吗 以前其实都有想过 想改二次规则 但是从来都没有 整个事就是因为 过不了分组点票那里 现实上 但是现在就够票了 所以这是一个时机 有些建制都能够承认是一个时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机 但是对我来说 数字上的优越是 不可以 概括我刚才所说的 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尊重少数派的意见 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 这也是同样更加重要的 对我自己来说 单靠多数的票数 去强行推一些 只会令到议会更加撕裂 更加难以做得到 他们应该有的职能 的事情 我觉得尽量少做得好 但是我明白到 到今时今日 实在建制派 有很多缘分 也都觉得 在立法会的职能 的满足度方面 效率是低于理想的程度 有很多应该尽快通过的法例 或者是决议 或者是附属法例 都做不到 整个社会是 停滞不前的时候 其实社会的伤害 可能会演超于 政治立场大家有争拗的 所引起的问题 这次建制的修订建议 二次规设计建议 你觉得有没有 做到刚才你说的 那种概括少数的声音 我暂时未听到 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如果听到的话 如果有机会 我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也会提出我的看法 但正如我所说 我已经不是立法会成员之一 我是绝对尊重立法会 透过他们内部的程序 去处理这些问题 我觉得外来的人 就未必可以 应该在外面说三到四 看看形势 是不是两边阵营的关系 会更加决烈呢 因为说到现在 都有一些个别事务委员会 都有一些主席位 可以分一些给其他的 现在就说到 将来那些各个委员会 主席的权力都会大些 那那里就变成了 兵家必争之地 到时就更加逼女分明 对于一些委员会的副主席 甚至主席给非建制派 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确是越来越受到很严重的挑战 因为主席或副主席的权力越大 建制派可能就越是不愿意 将这个权力放给非建制派内的人士 在这方面 这个传统 现在受到很大的威胁 我觉得是一个事实 大家都应该从一个 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地步 这样的情况 大前提之后 去探讨这个问题 正如我刚才所说 如果你越是有风使尽 你将你自己的 受到尊重的权力 去到最尽 而损害到整体社会利益 或者是令到建制派认为 他们是越来越不可接受的话 这些政治后果 大家也应该预见到 也应该要有所准备 今天议会思想也继续在增逐 其中就是说一地两检 就是第一步走的议案 有些记者计算过数 可能今天也应该过得到 可以做表决 你怎么看 我觉得由始至终 主要的决议只是给一个机会 议会有一个公开的辩论 但是你说通过了 是否等于香港的民意 绝对支持一地两检呢 或者不获通过 是否等于绝对不支持呢 我也不可以这样去作定论 我觉得 始终来说 这是一个冒约束力的议案 对我来说 其实这件事在七年前 已经决定了 我们是要做这件事 我们已经花了接近这个 900亿 850亿的公帑 去建立了这件事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 完全是一个 在宪制上 一地两检 是否行得通的问题 那宪制上的问题 就不是等于 例如说多数人反对 他就不合欠 或者多数人赞成 他就变为合欠 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否合欠这个问题 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我留意到 亦都有人将这个问题 提升到法庭的层面去处理 如果法庭认为是一个合欠的安排 而高铁亦都起好了 我觉得尽量阻挠这个安排 未必是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好 待会很少时间 听听众先 还有听众打算来一起谈 今天的嘉宾就是行政会议成员 汤嘉华 电话旁边有江小姐 早晨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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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你好 早晨 你好 请讲江小姐 是 请讲 是 我觉得香港是奉行这个统通法的 触犯国家法应该是属于言辞罪 那在统通法之下 言辞罪 而实际上 在新修正的刑术 就是没有追溯期 但是我希望香港先能明白到 政府一定要定出香港实际的情况 本地立法 以为应该对政府 对立法会有信心 葛小姐 其实不但如此 根据国际人权公寓第十五条 和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 其实一般的刑事是不能有追溯权的 所以这个也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觉得香港社会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其实局长在议会上都说过 除非有些非常特殊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预见不到的 否刑法的确认是不应该有这个追溯期 也都可以 刚才我所说 是违反国际人权公寓的 OK 好 多谢了江小姐 还有李先生 我想听到李先生的意见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早安 你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觉得尊重国家 不是说你要怎样去规管他 是要自小教育他 怎样尊重国家 至于为什么这些人不尊重国家 要开国歌呢 因为政府可能就是 选错那些负责人 搞到大家这么愤怒而已 只应该由小去灌输他们的教育 而且尊重在心里面 不是在样子里面 是这么多 怎样做教育呢 有没有想法 其实说了很久了 要尊重这些 但是做来做去过一段时间 那你这个政府 怎样对人民 做些事情好不好 他就在录音反映出来 是不是 嗯 你做得好的 他自然赞赏你 做得不好 他就去你了 人都是这样的 嗯 好 好 怎么回应李先生 我可以说是绝对对的 是 但是社会始终都要有一套刑法 嗯 我当然希望是 不需要有刑事的规范 大家都可以做到最基本尊重国家 这个要求 嗯 但是在香港一国两制之下 确实有很多政治的矛盾 那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继续努力 去做多些教育 年轻一代的工作 嗯 但是就不是等于 在一国两制之下 法律或者宪法规定的法律 是不可以在香港执行的 我觉得未必去到这样的地步 嗯 经常都说尽快做本地立法 要你评估多久到香港要教 今年做 明年 明年的年度之内 可以做得到 我已经觉得是非常之乐观 嗯 可能你觉得再后一年 因为很简单 你看一下一地两检的法例 还有这个所谓如果建制派坚持 要修改意识规则 这两样可能都会耽误了 明年的暑假之前的 整个半年度的议会讨论的时间了 那么最快可能要去到 明年的十月 然后提出法例 那么十月提出法例的话 你说可不可以两个月之内 審议了通过呢 OK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乐观的看法 那主要多谢你先说行政会议员 湯家驊跟你聊到这里 谢谢 九点钟之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兴年代 我们稍后再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